3月20日 偶像练习生朱正廷所在公司 月华娱乐发布声明 点名某网友在网上辱骂旗下艺人朱正廷 侵犯了朱正廷的名誉权 已经委托律师追究其法律责任 一旦偶像练习生让很多新面孔走到了聚光灯下 朱正廷便是其中之一 不过人红是非多 19日晚某微博用户在直播平台直播时 对朱正廷多次使用侮辱谩骂的词语 并在微博平台对朱正廷进行人身攻击 侵犯了朱正廷的名誉权 近日月华娱乐发布声明称 对此月华娱乐表示将依法追责 并已委托相关律师事务所全权处理 此外月华娱乐还希望其他网络用户 媒体不要转发 传播相关谩骂信息 非凡娱乐整理报道